這次的舞台比較簡單 大家都知道我們眼睛不好 不弄那麼多機關 必須要的就弄 主力以歌會有 是的 你出道這麼久 有很多首歌曲 這次在倫丹的設計上是怎樣 因為我聽過你的訊息 是有些故事性的 在紅館舞台那麼大 不像在文化中心或大會堂 希望在台上除了歌迷有聽覺的享受 希望有視覺的享受 希望每一首歌都有一個畫面 做到一個畫面或者有故事 你要不要跳舞呢 我跳舞就不行 Yuka少少歌可以的 你要我跳到郭富城當然不可能 其實說真話幾十年前 紅館初初開的時候 其實我曾經有過一次機會 但當時我因為講義氣 一天舉個例子 有一間公司找我做一個演唱會 小型的演唱會 但在這邊找我做紅館 但我答應在這邊先說 我就講口次 推了紅館那邊 當時失了機會 到了幾十年之後 好像剛剛經過這十年 本來我打算和業第二 做商業的紅館 但我們在十年內 申請了八次都是不成功 到後來最近公司說 你都打算不唱了 不如你在紅館做一次 過唱是推出樂壇的 你試試行不行 他就肯給我一期 完結了我的夢 也很感謝他 反而走電子 沒有了以前那種質感 因為以前你們唱歌 或者歌詞上面也好 故事性是真的強很多 如果真的是音樂八少有 一定是喜歡聽以前的歌 以前那些全部是真樂器 譬如我們八十六年代 因為你錄出來的歌 全部是用真樂器 但現在用電腦可以做到 都是假的 懸學的東西 譬如二胡 或者琵琶 你一定要用真樂器才好聽 假的都做到出來 但兩節套也是 其他你用電腦可以做到很像 但人彈出來是有感情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 以前的歌曲永遠都好聽很多 歌詞的架構 工整過現在很多 旋律 以前都是 比如以前輝哥那些歌 很多位作曲那些歌 就算你那條音樂 你清唱都好聽 但現在有些不是的 有些很密 你沒有音樂唱不到 我發覺 你這麼多年的作品 有沒有哪幾首是特別有印象 最喜歡的 都是我自己的那些 類似我早期的戲的人生 阿輝哥的《望盡心中情》 如果你要我選擇兩首 我就是選擇這兩首 那時有沒有主題曲 可能錄很多次你自己都不滿意 有沒有意思 我錄歌一般來說 不會超過四個小時 一首歌 除了曾經錄過一首 不是主題曲 我記得是 一首英文歌叫做 《Endless Love》 《廣東白》 可能不是很多人聽過 就是 阿占叔叔寫詞 不是 英文那時寫廣東詞 很難寫的 我覺得那首歌 我試過是唯一首歌 我由半夜十二點開始錄 錄到第二天六點 錄到天亮才錄到 到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 其他的歌 通常我三四個小時內一定完成 可以 哇 很有順暢 有沒有說 越唱越氣餒 然後之後 沒有 唯有唱到好為止 因為你今天唱不完 你現在再錄一首 聲音不同了 人的聲音未必是一樣的 所以每一天 就是我來說 我一定至少錄一首 至少錄好一首歌 到現在你都覺得 他很差 錄完之後沒有唱過 我都唱英文版 Endless Love 即是沒得再聽 有的 我在其中的EMI碘裏面 在其中的EMI碘裏面 人生都有宮潮 是 是 是 有沒有說低落的時間在哪一段 有的 有的 我記得首十年打樂隊 第二個十年就是唱主題曲 第三十年開始 即是九十年代的頭 那時我就是搞錄音室 那時經常在最深的錄音室裏面 很少出去做事 經常都躲在錄音室 那段時間比較低潮一點 沒什麼出去唱 經常背著錄音室 到後來發覺 做生意都不行 我記得最後有一些錄音室的儀器 都是買了給羅德華 那時他開了三間錄音室 那我就不做了 患了心願 就開始出來唱 開始唱《阿士》那些歌 有沒有說自己去唱的時候 都會去到一些樽頸位 就好像都不唱 但都沒有還是沒有 沒想到這件事 本來我覺得唱歌就開心了 一個星期不吃飯 但你就不可以不唱歌 是的 是的 我不吃飯 吃麵 歌一定要喜歡唱 我每天練歌 除非那天很忙 不是我起碼 現在我每天練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保持狀態 一定 紅館的人三個小時 一個演唱會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最好的狀態 你是何時發現自己那麼喜歡唱歌 我很小時候已經是 讀書年代已經喜歡唱歌 很喜歡一邊洗澡一邊唱 覺得在洗澡房唱歌有回音 自己覺得很好聽